周末就是侍奉我艺术灵魂的时间 我要画个画 画什么好呢 画什么 哦 巧克力就画你了 如果画巧克力的话 哦 这里要画蝴蝶结才行 哦 这里画不下巧克力的大脑袋啊 哦 我这小小的画画本 装不下我艺术的灵魂 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家客厅墙壁变成超大的画画板 好奇心 终于 朋友们 是不是经常会想象 如果家里的墙壁变成自己的画画板 是吧 今天凯文就帮你们实现愿望 看这里 凯文准备了很多材料哦 主题呢 哦 就将这面墙顶为 凯文的世界吧 凯文世界 这里 那里 凯文凯文凯文全是凯文 到处留下凯文的印记 最重要的是 中间 有个好主意哦 我们去游乐园玩的时候 不是都有一个很大的城堡吗 凯文要在中间换一个大的城堡 大城堡 开文世界中除了有城堡 还有非常多的游乐设施哦 第一个就是 没错 就是摩天轮 接下来呢 哦 说到游乐园 绝对少不了这个 哇 飞速掉下来 朋友们你们肯定没在做 凯文做过很多次的 过山车 哦 但这个宫殿看起来太单调了 装饰一下什么呢 哦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就是用嘴吹出来的笔 这个可以画出渐变的图案哦 准备 将颜色混合在一起 哇 新奇啊 但这不是凯文想要的呀 凯文的本意是 这样垂下来像水波一样 就像花 哦 这样还不错呀 凯文可以随心所欲的绘画 真的太棒了 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可以画出自己 没有预想到的东西 哦 真的很神奇吧 好了 接下来 这块有点单调了 凯文准备用蜡笔 画一个花草地 还可以用手 这样涂 这样涂上去 哦 这下面这一块 全部用蜡笔画上草地 还要画一个山 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是星星啊 是 金色的树 既然有了金色的树 那么这边要有一个银色的树啊 金色树和银色树 这是银色的 这是银色的 凯文的庭院里面有金色的树和银色的树 哇哦 好像也不错哦 毕竟涂上了颜色 继续来给这边上点颜色吧 这次用颜色 这次用颜色来 啊 不管了 乱涂吧 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都是凯文的世界 凯文的墙 随时都能换的 嗯 这样不行 朋友们 这个按照凯文的想法 变得乱七八糟的 朋友们是不是看不见了 我要乱涂乱涂 那么我要用 这是什么呢 这是粉刷 粉刷项目 转过身背后也 这里还点水波 好大的花花板 水波 水波 哇 哇 哇 这个是龙 龙在凯文的宫殿上面 进行了攻击啊 哦 这次用什么呢 我用喷雾 哇 哇 噔噔噔噔噔 好了 Yeah 噔噔噔噔 哇 哇 凯文可以创造出 好多好多画作的 那好幸福啊 好幸福啊 今天的改发好奇心 也得到满足 哦 这个还是空的 要画上才行 哟 咻 呀